说当空级以后最满意的福利是什么 当然是带新旅游了 每次住外都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国家旅游 有时候一觉醒来都不记得自己是在哪个地区 今天飞机周到要在这边住一天 下飞机就直接回酒店 把制服收好 再把洗漱包拿出来 明天和小姐妹出去买点化妆品 洗澡前来给手机充个电 像我经常飞国外的工作 香包里一定会随时带上它 因为每个国家的充电插头不同 拥有这个功流转换插头就很省心 它是用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使用 而且小小一个 放在香包里也不占空间 它不仅是插座还是个充电器 自带一个Type A和Type C口 这样我就不用再多带充电头了 三面取电能同时充上四台设备 还支持快充功能 我这个是15瓦的快充 还有20瓦 67瓦等多种功率可以选择 这次来韩国就推这个欧标 如果是去泰国 日本推这个美标 每一下又可以切换傲标 非常丝滑 而且这种宽电压设计 不管去哪个国家 都不会遇到电压不同 用不了电的问题 抓紧洗漱下 就准备睡觉了 第二天一起来 RW买了好多小彩妆 一大袋战利品 藏不住的开心 季州的美食太多了 部队锅和炸鸡也吃了 身边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空间 有机会去全球各地玩 能看到更美的世界 其实我们的工作和所有人都一样 有开心也有压力焦虑 不知道大家的工作 都有什么隐藏福利呢 谢谢大家